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校园里的轻松岁月最让人怀念 还在读书的朋友们可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段时光 不要觉得毕业了就轻松了 你们对社会一无所知 还是好好读书吧 有天晚上有学生翻墙出去上网 班主任查醒 看他床上没人 就直接睡在他库上了 第二天学生回来 看到床上有人问了 说 你谁呀 你躺我床上 班主任一掀背子坐起来说 哼 你回来了 然后呢 就叫家长了 这老师深入社会多年 套路老身的守株待兔 以意代劳 等了一个自投罗网 对了 小朋友 我说这么多的成语 你是不是有点听不明白呢 当然明白了 怎么能不明白呀 我就不该出来玩 我这就像做刺头龙跑 小朋友 我就想问问你 你到底是怎么得罪灯光师的 看着你 我情不自禁想唱首歌了 蓝脸的斗尔敦斗鱼马 红脸的冠宫战场上 这位宝宝有自己的睡觉姿势 没错 那就是抱着脚睡 喂 这样你也能睡着啊 你这是天生练杂技的料啊 夹娃娃机这种东西 就是充满了惊喜和刺激 在娃娃没有成功掉出来之前 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成功夹起来之后充满了期待 对不对 怎么样 惊喜不惊喜 刺激不刺激 狗狗之中要论平衡性的话 我一定投金毛一票 下面这只就平衡性超棒 主人在他的脑门上 不停地用食物搭积木 他不但完全不为所动 而且还特别稳 太厉害了 吃饭我所欲也 睡觉依我所欲也 二者其实可以兼得 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供 便吃便睡什么的 小猜一点啦 亲子捉迷藏开始啦 小萌宝 一秒钟就被爸爸发现啦 吃货就是即便大病猪欲 也绝对不会放弃手中的食物 当妈妈要拿走她的饼干时 瞬间崩溃了 绝对不能忍 你怎么能拿走我的饼干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真过分 当妈妈再次拿走之后 哭得比上次更伤心了 都没办法坐起来了 伤心的不能自已 最后来看一个 对下楼这件事 理解得格外深刻的宝宝吧 所以她开发了 自己独特的下楼方式 没错 就是倒着下 外外 与其说是下 不如说是滑吧 孩子 你这是把楼梯当成滑滑梯了吗 还不满足一下结束 还再往上爬两层 再接着下 看来下楼还真是一件让你特别开心的事情呀 想要变年轻吗 其实很简单哟 昨天我一个新手 去玩网游 队友都说我是小学生的 跑脸都给我秀红了 看出去有那么显年轻吗 不过说实话 现在的小朋友可不是我这个水平 人家可惊着呢 我外甥五岁了上学前班 贼精明了一个小孩 有一天呢 他对我姐说 妈妈 明天给我带个水卷吧 我姐姐和妈妈说 干啥呢 外甥说 看见别的小朋友吃零食的时候 啥一下口水 如果说得再委婉也没有用啊 想吃零食是吧 就是不 我姐啊 就不是这一套 好了 又到了看咱朋友圈微博里 那些转发量较多的去图的时候了 一起来看看吧 旺财 你给我起来 后面的牌子上面不是说明了狗狗精神入内吗 为什么你还悠闲地躺在里面 你看仔细的 是不准狗狗站立 我是躺着的 何况是不准黑狗站立 我又不黑 超市的甜橙味棉花糖 搞促销打特价 原价3块5 现在这要4块4了 想入手的朋友们千万不要犹豫 因为一犹豫你就会发现猫腻 是不是当我傻啊 我不会等你促销结束了再来买吗 主人 你带我出门溜两圈 其实我还是很愿意的 但问题是我的发型太乱了 你懂我的 头可断发型不可乱 整理好了再出门吧 连狗的偶像包袱都这么重 我还有什么理由不整理一下自己 蚊子们 你们给我听好了 别以为我没有蚊香架 就治不了你们了 还好我平时有喝酒的习惯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王 我就好奇了 我平时蚊香我一掰就断 为什么你的蚊香弹心这么好啊 扔个模特也不好好扔 幸好现在是大白天你知道吗 要是晚上我真的就报警抓你了 眼神稍微有点不好的人 还以为你们有人在练道理呢 接下来就由我为大家表演 如何敲打架子舞 最重要的当然是乐器了 这限量版的乐器 你们只能看着 朋友你要是敢把我的脸盆砸烂 我发誓不会饶了你的 抬头看了一下天气 居然发现有人在放风筝 而且这风筝的形状 还是一条裤子 麻烦你看仔细了 这不是风筝 就是在晾晒裤子 两位司机约定了 谁先到下一个路口 谁就是秋名山车神 然而在过这个通道的时候 他们俩就一起卡在了里面 我看你们俩今天 谁都到不了终点了 孩子你千万别动 也不要紧张 我马上就过来救你 那鲨鱼要是敢伤害你 我饶不了它 你只需要把我 从地上抱起来就可以了 哪来那么多内心戏呀 打开冰箱满满的全是我爱喝的可乐 可是没一瓶能喝的 因为全都被摇过了 这不是想陷害我吗 这么喜欢摇 你当这是果汁啊 特权需要摇一摇吗 别以为二哈是长大后才不正常的 其实二哈蠢货特质是从小就开始了 可能这就叫做遗传 这就叫做纯正吧 二哈头卡在里面睡觉会香一些吗 奴才 你就不要去上班了 今天就请假陪我在家里打游戏吧 如果把我陪开心了 今天就不发你脾气了 我家主人 如果我不努力工作 拿什么给你买小鱼竿啊 同学平时跟我说话都是这样的表情 我就纳闷了 咱们又不是说相人 你表情和智体语言需要这么丰富吗 我终于明白了一句话 人生如戏 哥们儿永远在吸取里 这哥们儿有点逗啊 知道的你是在学校读书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取医社 学象征呢 今天早上大学生小王想睡个懒觉 就没有去上课 迷迷糊糊正在睡觉呢 突然之间 辅导员打了电话 小王想了没想 果断就挂掉了 等了两分钟 他再打过去 拒着电话说 老师 我刚上课呢 现在出来给您回个电话 有什么事呢 哦 没事啊 就是刚才查宿舍 看你睡得正香 出来给你打个电话 后面告诉你 该起床了 小王啊 以后去装修公司上班得了 太能装了 你的戏精 这下尴尬了吧 这种行为 真是旺财看了 都会骂人呢 你太过分了 明摆着欺负我腿短 是不是 气死我了 气死本宝宝了 进入宠物医院的这一刻 这只王再一次回想起了曾经被针头支配的恐惧 看看他这样子啊 这斗达 别提多害怕了 这恐惧可以说是相当深入他的内心了 不过放心啦 你的主人不会害你的啦 你的宠物也不会害你的啦 对吧 看他多亲切呀 你敢动吗 我不敢动 完全不敢动好不好 当猫猫狗狗遇上结冰的地面 会是一种怎样的状况呢 当然是笑死人啦 完全站不稳 可以说是相当爆笑了 不过也有自己玩得很开心的 但是大部分还是成了喜剧演员一样 喜感十足啊 怎么上不去啊 这个火花体是怎么回事啊 跟本王作对是吧 本王还偏要上去 我放弃了 秋秋别老 你是偷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给我站住 秋秋想不到你还挺调皮的嘛 这个地板是怎么啦 闻伤我站不完 下面是谁 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你别管 你别管 不然我就要动手啦 下面这只猫咪这待遇我看的都羡慕了 主人为他准备了一个超豪华的吊床 而且就放在客厅的正中间 只为让猫咪能够睡觉的时候顺便看看电视 天呐 我就想问问 你家还缺宠物吗 上过大学的那种 下雪天 主人跟狗子玩起接雪球的游戏 好 我已经猜到结局会是怎样了 我只能说 主人你真是太坏了 一个合格的推销员就是这样 美女 帅哥 帅哥 帅哥平时健身吗 不 不健 是吗 看您身材挺好 帅哥在哪上班呢 平时挺辛苦的吧 应该经常坐着吧 现在人们亚健康的越来越多了 平时有锻炼的习惯吗 多锻炼对身材很好啊 怎么样 帅哥 要不要体验一下 不了不了 免费的 我们现在搞活动 去体验一下吧 就当帮小弟个忙了 行吧行吧 谢谢哥 您手机好多少 我登记一下 主人给猫咪买了几个会动的新玩具 然而猫咪不但不感兴趣 而且反而害怕了起来 这 这是什么鬼东西 好可怕的样子 你这么猫你有什么企图 不过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强的样子 算了我就当啥也没看见吧 作为一只猫咪 主页当然是搞事了 不搞事就不是猫咪了对吧 看看看看这手多欠 每日就爱搞搞事 真是心疼狗狗啊 你还让不让我睡觉了 你信不信我咬你 然而猫咪完全没当回事 我惹不起 我还躲不起吗 一直调皮的阿尔哈爬上冰川之后瞎不来了 急得指指叫唤 来人呐救命啊 奔帮的泰坦尼克号要乘船啦 快来人救救我呀 救命啊 狗命关天呢 这下完蛋了 祝愿快来呀 快来拯救你的宝宝呀 你的宝宝危在旦夕啦 你就是乱猫咪 得救了 你是我的大恩人 恩人 最后来看一只超渴望主人摸摸的狗狗吧 好疏忽 不要请我主人 我最爱你摸摸了 主人你怎么停下来了 在摸摸宝宝呀 真的不摸摸了吗 我难道不是你最爱的宝宝了吗 你不爱我了吗 主人你肯定是不爱我了 快摸摸吧 再摸摸你的宝宝吧 主人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 我就知道 怎么又停下了 本宝宝心里苦啊 快摸摸我吧 主人这就对了 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狠心的 本宝宝最爱你哟 爱你哟 狗狗作为人类最好的朋友 可以说是十分的贴心了 不过再贴心 有没有我朋友的儿子贴心啊 我朋友为了上班方便 最近呢学会了骑电动车 他第一次载他儿子的时候怕得不行 车开得比人走得都慢 你想到他儿子反而在后面安慰他说 妈妈没有关系 你不要怕 如果开沟里了 我们就走回去 好甜啊 这样的贴心小宝宝 哥谁家谁不喜欢呢 不过话说回来 你这个技术啊 还不如走路呢 好了 又到了看咱们朋友圈 微博里那些转发量 较多的趣图的时候了 一起来看看吧 谁说去海边只能看风景 其实有很多种玩法 比如带着心爱的女人去冲浪 当然如果你是单身蛙 就挖个坑把自己埋在沙子里吧 我为什么要一个人来这种地方 为什么 出门前看了些皇帝 不宜出门 果然很准啊 这才刚走一百米呢 我家摩托车就办公了 可是大哥 看你的表情你也很开心呢 奴才 你看我这姿势诱惑吗 今天去拍写真 我就打算用这样的姿势了 肯定迷死一片呢 你只是一只猫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上洗手间的兄弟们 请握好把手 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发车了 可能这样会尿得更准一些吧 别拉我 我还没吃完呢 你这该死的人类 打扰我用餐的后果 难道你没有见识过吗 我有一个疑惑 通过这样的方式 会不会把我家的猫越拉越长 朋友都说这个发型很适合我 也很时尚 我也认为这是最适合我的发型了 毕竟别的发型 我的发量也驾驭不了 我想给这个发型取一个名字 就叫做拯救吧 虽然这户人家门上的锁很简陋 但是还没有小偷感光顾 因为一看就知道 这户人家应该有点背劲 把手铐用在这种地方 你的脑洞也是够大的 朋友 天气是不是就像女人的脾气一样 让你难以琢磨呀 但这也不是你穿两条牛仔裤 出门的理由啊 还是一长一短的 我只能用你很喜欢穿牛仔裤 来解释你的行为了 这位大叔打电话 坐地铁锻炼身体 全部都一起坐了 想必大叔也是一位大王人 平时也没有这么多多余的时间 是来帮帮我 给我批发一下批高了 下不来了 我知道夏天非常的热 但是这位同学能穿好你的衣服吗 你让坐在前面的女同学 亲和以堪啊 二哥 你该不会头脑发热到 连衣服都不会穿了吧 有了我的好同事 等于我也拥有了一头绣发了 拍照的时候紧急借过来用一下 简直不能再方便了 有爱自拍的同事好累呀 麻烦你自己留长发行吗 老板请问你冰箱里的冰镇猫咪怎么卖呀 我猫咪其实你们人类想买就买的 我只是在里面吹冷气而已 紧盖拍轮胎 你值得拥有 有了它 你就再也不用担心爆胎了 也再也不用担心没气了 可我现在就担心 我的车没法从这里面出来 我现在都没搞明白我这车是咋开的 优惑赴宇燕 昨天闲来没事干 非常幽默 看一看 一看就是一家五 朋友圈里损朋友 去图笑的我只发抖 他人小孩还有狗 做人开心最要解 愁眉苦脸可不平 赶快来吧 节目看 年轻人啊 太年轻 莽撞不爱动脑筋 说真的 现在有些人身上的力气太重了 冲动任性不说 还不虚心接受批评 真的 年轻的时候不要老在键盘前 当一个键盘侠天天天天地骂人 这年年轻的时候啊 一定要培养一个爱好 旅游唱歌 跳舞打球等等等等 干什么都行 要不等到老了 不知道干嘛 每天就只能发呆 给人跳毛笔 真的 多出去见见世面 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 蓝天白云青山绿水 还有奇葩逗你乐 多美好呀 那可不是嘛 下面这位可以说是相当厉害了 慢点 开后视镜那边那边 大盘子打 用点力打 往左边回 打 用点力打 打 生活不知眼前的枸杞 还有适合远方 我注定就是一个珠峰的王子 我要去追寻我的十何远方 再见了小剧 再见了我的故乡 Pokemon GO可以说是一个火遍全球的游戏了 但是如此真实的版本你们见过吗 绝对的厉害 完全由二次元转换到了三次元有没有 随随便便就抓住皮卡丘了 成功 据说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新型减肥方法 随意感受下 是不是充满了减肥的动力 不过首先 你要有个这么有钱的男朋友 眼见不一定为时 就像这个雕塑 你以为它是个雕塑 其实它全身都是由圈圈构成的 是不是完全没想到 你会爱我吗 如果我是迪迪 你会爱我吗 你会爱我吗 什么情况 本王就想知道这到底是在干什么 我还是不是这王啊 主缘 主缘你还好吧 你到底受了什么刺激 未未 我再跟你说话呢 狭路相逢勇者上 当两个战斗民族女司机相遇时 会刷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那当然是 是 我猜是巨大的火花吧 大姐们都生小气吗 何气生财呀 竹光晚餐 好了不说了 我要拿纸擦擦我的泪胸了 好 细心的王大姐 倒车的技术那是出了名的厉害 倒车入库 观察周边环境 完全符合国际惯例 看 不一会儿就挺好的 不过好像后面的位置还挺多 所以决定再往后倒一点 挂挡 打方向盘 踩油门 一步倒背 没毛便老姐 不过是不是刀子太多了点 要不再往前录你一点 最后来看一位超爱恶搞的小哥吧 他经常会给路人乱配一些带有故事情节的旁白 你以为路人会完全不遇理睬 storytime storytime the ladies congregate here everyday to scope out the hot dudes yeah we do storytime the man came to the bus stop everyday to pick up hot chicks storytime on this blessed day the two proclaim their lives 啊 babe 对 история storytime no matter how fast he ran he could not escape the demon and he would not let his soul be taken today ASH it was common law 让一 flower be presented to the loveliest last of course that too story time the girl loves smelling her phone it filled her with delight she sniffed once more story time in every group of friends there's the dumb one really story time little did she know of the mysterious figure creeping up behind her story time with this final bag she had completely disposed of the body story time suddenly the two felt the urge to get up and dance and then the vine guy joined them story time this was the moment the lad would propose to the girl story time the man knew exactly what to do to embarrass his son story time the two were models and they loved to strut their stuff story time here she comes the queen able to kill men with a single stare better watch out honey story time it became clear to them that one of them had let out a huge part story time of all the works of art in this room she was the loveliest story time she had no clue she was about to run into a bridge that was nowhere near sm՝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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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